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,今日在厚礼与市议员陈本天举办联合问证说明会,卢指出厚礼空污严重,是否无力解决。 卢发表演说时,当地体育会及长青学院成员于千人出席。 时代力量立委洪慈雍父母也跟学员道场聆听,经主持人介绍,卢秀燕致词后,也屈前握手致意,意外成了说明会的焦点。 洪慈雍父母,也是新闻局长卓冠婷的岳父母洪极端,胡素贞,连美出席这场说明会。 主持人发现洪爸跟洪妈在会场,立即向在场与会者介绍两位。 陈本天表示,洪爸是长青学院游泳班的学生,也是后离体育会的会员,这次长青学院跟体育会成员都有收到这场联合说明会的邀请,两人也跟助学员们一起来参加。 洪吉敦说,本来以为是体育会活动,跟助大家来参加。 胡素贞表示,他们都是长青学院的会员,这次活动有透过长青学院邀请,他们到场想知道卢秀燕跟陈本天对后离区有什么证件,因为他们之前都对后离没做事,现场也听不到卢秀燕有什么具体的证件。 但因为他们的出席被拿出来这样做文章,觉得有点错愕跟失望。 更新时间,15点34分分。